欢迎各位观众 来到我们不知道第几集的《重夺左翼》 今次又是我 不过今次我身份有点不同 我叫江桂生 原本我都是左翼21的成员 不过今次我来的身份有点不同 因为我们的朋友找我们来的时候 就想说一些工会或者社福界的斗争 或者一些工作 所以我今天是用前线福利从业员工会的成员 我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然后带了这么多朋友来呢 我记得重夺左翼好像没有试过有这么多人 不是很久没有试过有这么多人 今次我们会讲一个主题 就是叫做活动工作原常规范 为什么说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社福界的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 就有不同类型的事情要做的 除了社工之外 也有一班人是帮助我们很多 现在这班所谓活动工作员 就面临一个失业的危机 所以就想在这里讲一下 第一工会的做法是一个什么做法 第二就是说这班朋友在社福界有多么重要 讲一讲这个介绍之后 我不如介绍一下我们三位主持 不是主持来的 是嘉宾来的 先介绍一下 好 你是 我是阿炳 就是现在的香港社会工作学生联会的外母会长 现在都是 这么大个朵 是的 只是名字来的 也是在工作 其实自己也是在读书 身边很多朋友同学 都是在做活动的工作员 好 我叫Kitty 也是前线福利从业员工会的成员 我现在就是在一间长者机构做的项目 不是PW 即是不是活动工作员 好 下个 你个简短一点的 我叫阿炳 就是热职的PW同事 即是活动工作员 好 其实不如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活动工作员 这个职位的历史是怎样的 大概都知道 不如你说一下 活动工作员 我自己了解到就是2008年 由政府创出来的三千个临时职位 他最初定期了为期三年 主要的目的就是培训一班青少年 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 是 那后期呢 你说是初期 后期呢 是的 经过三年 原来发觉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问题 还有呢 社福界的人手上面出现了一些短缺 应付不了这么多一个社会上需求的服务 发觉 活动工作员的出现 原来正正就是符合到 可以帮到这班前线社工的要求 是的 是的 我做了在社福界都有六年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 原来活动工作员的存在 就可以正正支援到一班前线的社工同事的工作压力 还有令到他们可以运用好他们的专业 明白明白 就是深化每一个需要服务的个案 是的 是的 其他朋友呢 知不知道活动工作员的历史 或者他本身是做些什么的 嗯 都知道的 你先说 那我先说 那就是 其实 现在也是很像刚才他这样说 其实现在活动工作员也有三年的历史 其实他通常会在一间NGO或中心中 其实是帮一些社工去做一些活动 譬如社工可能做一些 搞给一些开一个群組的时候 他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联络上 或者可能帮忙去做一些 就是支援性多一点 是的 就是一些操作上的事情 明白 Kitty呢 你眼中的PW 其实是在做什么 我眼中的PW 因为其实接触不是看得到 PW即是活动工作员 是的 但是我会见到 是关于 就是如果是工作上面 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 有时PW可以很帮得手一些 社工 因为其实我听过 有些 就是我开长者机构 就听过有些长者会跟社工说 你们很有空 只是跟我们聊聊天就行 其实我会发觉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因为其实他们的社工 真的你除了是行政上面的工作 他们还要做跑数 因为其实都要交代 做了多少个案 那你会见到 其实有时都 一个数字化 好像就要 你要给到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深入少少 如果他们要了解那个个案 是有什么需要 或者真的去帮到那个个案 的话 就已经因为 为了跑数的原因 可能他们就要犧牲了很多时间 如果你说PW可以有一个人手 去帮一下他们 可能分组活动 或者他们搞一些组 是给到其他活动 给到一些个案去玩 或者去参与 或者做一些大型活动 那时候他们可以去帮到 即帮到很多手 是的 行政上面 那些社工 就真的可以用到那段时间 去深入去了解 有时有些事情 就不是这样表面聊天 因为其实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 不是说聊天 或者说你打个电话 就是说两句就算了 真的有些 你会见到 就是跟他们说很久都未必可以 就是放开个心 跟你说 我发生了些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需要 他们未必的 那你就要是靠那些社工 真的好用他们的专业 去跟他们深化服务 所以我认为 如果突然间断了那些人 那究竟是谁去做 即是你说活动工作员 是的 简单来说 其实社工本身 都有自己很重的工作 活动工作员的出现 就说 就是用来 令到年轻人可以更加 顺利 或者更加好地就业之外 其实对于社福界 亦都好像是 一份很好的礼物 去解决他们的 人手短缺 或者人手不充足的问题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刚才我们说 大家都是PW 或者是学生 我自己本身 就是01年 做社福界的了 当年我做PA 即是我们叫活动工作员 其实在整个行头 或者我们叫社福福界的行头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就是未到千禧年之前 有福利工作员 有社工 有文员 很多不同的人 一起支撑住 这间中心的运作 然后提供不同的服务 给有需要的朋友 这个就是社福界 做中心 去考前线 大家应该会做的事 自从01年开始 现在政府不知为何 都想起了一些缩数的东西 你知道 在01年的时候 失业率很高 然后它就类似 现在你们活动工作员的概念 开不知 都是3000个职位 然后就说 这叫活动助理 如果大家熟悉一点 就是社福界的这个行头 都知道 也听过了 在01年开始请活动助理 它就像现在活动工作员 当年01-04年 三年而已 大家中心有没有试过 有活动助理 现在 我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听过机构 就是这个行头 还有活动助理 是 那为什么有活动助理 就是因为 在04年 活动助理这个计划 好像想结束的时候 他就发觉 第一 我们这班活动助理 能吵得很厉害 第二 机构真的不够人手 尤其是那时候 沙士前后 最多服务需要的时候 一定是很大量的人手 一年又续一年又续一年 04年续一年 05年续一年 06年 07年08年 就是活动工作员 开始 请人的时候 他就常规化了 即是活动助理这个位 原本是一个 临时性的职位 临时到08年 就开始请了 因为可能 一来大家都觉得 他有这些需要 二来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这班活动助理都 吵得很厉害 那活动工作员 其实 在说的事情 都是一样 都是说政府 想起宿素 不断地去用一些 临时的职位 令到年轻人的 失业的情况 越来越拖持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不知如何 都有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以前有一个职位 叫青年大使 就是我们简称YA 政府其实是 零一年之后 都开了很多 都是临时职位 是的 我由YA 经由做过 刚才小新所说的 活动助理 到现时的活动工作员 其实我自己 在这几年的感受 就是觉得 每年都有 都没有了 生活的保障 还有令到很多有志 在社福界发展的人 还是未必有能力 或者有这样的金钱 暂时的能力 就是未必 是的 暂时 就是讀社工的朋友 就是少了一个 可以服务社福界的机会 如果真的没有了这个职位 如果你说 政府每年都转了 保障生活方面 就是今年不知 人工已经不是高了 是的 又不能加 今天不知明天的事 可能我现在计算 还是未来的路向 可能想读社工 也好 但是 下年原来 未必有这个职位 已经 会令到很多 从事 现在你身边的活动工作员 都是面对相同问题 是的 是的 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 可能 这个活动工作员 由2008年 到2011年 这个临时职位 三年期结束了 他们其实 很想继续做回社福界的 很想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读书 继续打滚 然后做社工 其实我发觉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阿炳 觉得怎么样 你们社工学联那边 接触的学生是怎么样 我观察到的情况 就是 很多社福界的活动助理 青年大使 这些人 其实培养了自己的职志 之后 他进去做社工 不是 进去读社工 然后他出来真的做到社工 现在会不会越来越多人 有这样的趋势 其实说是培训方面的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经验上面 其实会 都听到很多同学 他们从一个做PW的过程之中 学会很多东西 怎样去操作 怎样去打一个活动 怎样可以训练自己 即是见到一个成长出现 另一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资源上 即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有可能 很多人刚刚中三中五毕业 其实没有足够的资源 是继续读上去的 其实做PW 可以赚到 起码有些金钱 可以让自己可以 将自己做 读一些part time degree 都可以起到 即是给他一个 稳定 而有发展的职位 令到他生活无忧之余 亦都有时间进修 这个我又没想过 又对 然后其实你的同学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都是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意思是说 其实他们读社工的时候 会不会跟刚刚读社工的朋友 有很大的出入 会的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刚刚未做PW 刚刚升上来 其实很理论上面 甚至可能连社工都不知道 即是不知是什么 但他们做了PW 其实他们可能是 跟一些社工一起组织活动 不单只是操作上 可能是联络工作 甚至搞一个活动 他们都是一个全职的帮助 其实他们做的事 可能跟一些社工 是无分别的 在一些操作上的东西 就会比一些学生 成熟很多 很多 因为不单只是思维上的改进 还是一些平时 你个人的工作成长 手板硬件功夫 你练练都练练 KIDI 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 在你中心的PW 会不会一路做一路都会有成长 然后它慢慢就符合到大家的期望 今天我都听到我的同事 就说 他说原来 他问我们现在做PW的同事 他说 你有没有兴趣 负责一下 讲一下组会那些 其实原来 他以前有个同事是做PW的 他一直非常中取 知道自己有兴趣在这个行业 还有觉得有这个意义 他就继续去中修 结果最后就做社工这个行业 即是你中心的社工是PA出身的 不是我中心的社工 不过去说原来有这样的事发生 其实我觉得是很 本身你有一个起步位给他们 他们又觉得好的话 那为什么要 就是谬谬谬言咳了他们 就是会令到这件事很打击的士气 还有对那个人上面培训 有时真的需要时间 那你如果你是常常都去换人 你去常常都要没有人手 就是缺乏时间 就是缺乏去培训他们 做了之后 那么快就说换人 或者是没有了这班人 那结果最遵受害的是 就是有损失的是哪些 就是服务使用者 即是有需要那班的人 是的 还有也会令到那些机构 就是又要花人手去继续培训一班人 那对社工的工作压力更加大 那为什么既然有那班 就是pip up在那里那么好的 就是那么好 为什么要已经有那样东西 你都还要不保留他们呢 还有一种尊重来的 就是你整天都会当它是 就是可有可无 临时职励用来解决 只不过是解决心的失业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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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出來的理由很搞笑,是給年輕人能夠有機會可以在這個行頭裏面做事 獲取工作經驗,讓你以後可以有多些空間發揮,是給你賺經驗的 你又沒有期望那麼多,坦白說,我覺得政府真的在想這些事情 他真的在想,我開個位置給你,我純粹讓你不要到處走,當年我記得自己做PA 我當時有一個位置叫蓬佩輔導員,2002至2004年 這個位置也是一個三年期職位,因為蓬佩輔導員的情況跟活動作一樣 不過他沒有這麼幸運,剪掉了,最後我們整班都是這個工會 也是我們前線呼籲的員工會,我們在2003年2004年開始 慢慢意識到,活動助理,蓬佩輔導員,開始有青年大使 這些低層的,或者是基層的,基層的青年職位是多的 然後他們的續約已經成問題了,開始不斷做事 去逼政府面對我們的訴求,遊行又試過,約會又試過 我最記得有一次約會,當年2003年底 當年跟鄧國威,記得這個人嗎 我記得是社署的前署長 不知是前前還是署長 我記得是前前署長 鄧國威,我們問他,我們是一群PA 我們叫貧困輔導員,或者叫活動助理 整群人坐在他旁邊,沒有多遠 然後那個桌子,所有社福界的工會和工會都在一起 二十多三十個人 現在一起跟鄧國威開會 說一下我們那時候福利不夠,人生不夠,或者資源不夠,怎麼辦 整群PA PW,五六個,問他 我們現在不能續約,那怎麼辦 政府會不會面對我們的訴求,開回職位 去滿足機構的人手 又能夠滿足我們繼續向上流動 或者我們想做社工的訴求 鄧國威說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位置是用來開給大家 讓大家不要在街上亂走 不要期望那麽多 當然他沒有說到不要期望那麽多 但是我現在聽到,你開這個位置給我們 原來是給我們打法時間那麽款 我們整班都拍攝桌子去追問他 好像維穩 好像維穩 但事實上我告訴你,政府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想法 後來你發現到,他越開越多這些職位 福祟根本就難受 他因差洋錯,他猜不到他自己做這個職位的時候 是解決到整個社會福利界 某部份或者大部份的人手短缺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PW這個職位開了三千個 其實亦是相同地有很多不同的中心 我不知道阿牌的中心是怎樣使用 有很多中心都是,我們叫做使得PW很盡 使得PW很盡 因為他真的幫到手,或者真的可以解決到很多前線上不夠人的問題 你那間中心是怎樣的? 我本身就不是做綜合服務中心 大家所稱為的社區中心 我是做一個特別服務計劃 在一個辦公室裡 其實連在內我都只有四、五位同事左右 那你做什麽的? 我本身呢,除了一般的行政工作 即一些接聽電話 處理文件工作,財政工作之外 我就要處理小組活動的 可能一些統籌,甚至要帶領小組的工作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們中心主力 都是做一些青少年的就業 即一些絕學青少年 那麽公司啊 我本身是幫一班絕學青少年在找工作 我自己就來報工作 是的 我除了幫他們提供一些訓練給他們 之外我還有一件事就是要開拓一個僱主網絡 你去開拓僱主網絡? 那麽他們就暫穿了讀書 即是在美國區是元朗區 元朗區是元朗區 那麽你就在元朗區找回元朗區的僱主 是的,有時就有些 因為我們那裏全港都收的 如果他不嚴遠的話 那麽有時就可能要找外面那些僱主 是的,即是矮的 即是不斷地去社工計劃一些事情 那麽你就有份計劃 計劃完之後你又要去幫忙一起做 是的 那麽其實你跟社工有什麽分別 跟社工有什麽分別 我不可以跟案 這個很主要的 是的,我的存在就是 以我能力所及的東西 令到我的社工同事 可以跟進每個個案 可以更加有多時間處理他們的問題 正正我在中心存在的價值 不過阿炳哥突然想一下 大家都是社工的同學 我剛剛畢業 我自己都是PA做社工 我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面對這些情況 如果你是他間中心的社工 你會怎樣 沒有了,現在的職位 有三千個職位 補初又怎樣 現在聲稱 這些活動工作員的職位 全部就快沒有了 為什麽這樣說呢 就是2012年4月 政府都放了風出來 說他們不會再請活動工作員 三千個活動工作員 即是石谷中 所以為什麽我們才來這裏講 原來到現在還沒有講 我為什麽今天來這裏講 因為這班活動工作員 就快沒有工作 他們作為一個臨時工 就快被政府拋棄了 政府現在要釘PW了 那我反過來 你做社工 你準社工 你聽幾個孔剛才這樣說 他間中心是這樣 你覺得如果你是他間中心的社工 沒有了他會怎樣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沒有了他 譬如搞一個活動 我簡單來說 可能搞一些數字遊戲 社會遊戲 可能有很多個計算 譬如有200個人參加者 如果我是一個社工 我可能要想整個計劃 怎樣玩 可能活動是怎樣搞 但如果我沒有了PW的話 可能我就真的要刨200資源筆 即是200條手繩 全部這些很技術性的東西 都是要自己一手包包 但是其實200個電話字 一次打 是完全沒有所做 因為在一個中心裏 應該是每一個社工 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你沒理由可以叫其他社工 不如一起來 人家不用社工 人家不用做什麼 你猜是吧 一起來打遊戲 我還要你站在那裡 你不會這樣的 你叫一個社工 叫同事來刨完筆 但如果有PW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合作 不單止 剛才聽到他說 他說 會知道 他工作重很多 是啊 其實他是從一個實用 是真的工作層面 已經真的調約到 其實做到很多 和社工很接近的事情 但其實他們不是沒有能力 其實他們的能力是很高 但是政府就是真的在那裡 覺得好像是用一種宰殺的手法 因為他們正在用資源 不理他能力有多少 不理他成長有多好 對社會有多少 有很多時候 其實這些是看不到 一個人的成長 你是看不到 不可以從一些數據 就可以說出來 對的 或者你可以從一些數字 失業率 你可以說到那件事的成效 但是你是看不到 他的那個心境是怎樣變 但是政府就是用這種很管理主義的模式 去對社福界 然後我就會覺得自己很痛心 不過我覺得都不只是成長的問題 有很多時候政府甚至不知道 原來現在業界裡面沒有了PW 都很大陣 我經常有一個幻想 就是如果有人叫社工 除了每個月跟32個K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數 有沒有加壓 沒有 應該沒有 32個K 每個社工跟完32個K 還要回家打完PW 應該要幫忙打的文件 或者是刨完PW 應該幫忙刨完 我覺得他真的跳樓不行 以前的中心很坦白 以前的中心 即是我們在說 00年代之前 九幾年的清泉中心 社區中心 沒有那麼多這些文字工作要做 自從是什麼時候 一筆角撥款 然後開始有服務評估 那叫什麼 SQS 那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服務質素評估 類似這些 自從這些東西開始之後 我們社工這個行頭 就一定要寫很多東西 我們要寫自己的個案 去搞活動 想到頭都爆了 然後搞什麼 然後搞了 你自己做統籌 這樣 這些濕性的有沒有人幫忙做 是吧 PAPW 或者所有青年的基層職位 正正就是把這些 那 除了幫忙做一些樹木的工作之外 然後開始做統籌 執行 甚至是可能 開始一起策劃 這樣 其實這些 就是我覺得 政府看不到的東西 是的 譬如說 在中心裏面 沒有了PW Kitty 你說 沒有了PW 你會怎樣 沒有了PW 會怎樣 忙了 就算我不是直接跟社工那班 去做他們 打錄音 做很多事情都好 就是舉記錄 但是 你會發現 原來大家都要分擔了那份工作 有些人 我曾經看網上 有人留言 說沒有了PW 那些工作 給一些民員做 那些民員做 民員現在搞那盤數 搞到想跳樓 民員 真的 民員真的都有工作 他們都有很多工作 你想想 你二十八分工資之後 對他們來說 然後要記錄工時 對他們來說 整間中心條數 又要去管賣 那PW 就真的幫你做完所有樹務 執行 或者統籌的事情 你叫民員去幫忙 人手何來 你突然沒有了一批人 你那些人手 你叫那個社福界 你自己給錢 錢何來 錢何來 就是以前 現在 一筆過撥款那裏來 一筆過撥款那裏來 那裏 那裏就是叫社福界 去壓縮他們所有做的事情 他們原本可能 可以發展其他事情 反而現在 還要找一筆錢出來 去請那批人 那批人 他們是覺得有用的 不過很有趣 但是沒有錢 沒有錢 一來 我覺得Kitty這個角度是有趣的 我覺得怎樣說 我們良好意願 就以為她會 繼續維持她的工作規模 簡單來說 你沒有了人手 心發展現 阿炳你是管理員 你是管理層 沒有了人手 PW沒有了 只剩下社工 好像以前的格構 只剩下社工 社工下面只剩下文員 沒有了 就是這樣多 還有少許PA 沒有了 那你想怎樣 你會怎樣 現在服務這麼多 管理層 反而 我會覺得很爆爆的情況 好像在精神上的孤力 精神上的孤力 不明白 你先說得清楚 工作量不斷來的 然後那邊又不斷 剛才說的圓筆 你自己跑 電話也全部自己打 那你曾自己跑 看到自己的下屬不斷做的事情 但你又會 你會看到可能 你會想調些人去幫忙 但其實他們同樣是有這麼高的工作量 但有時候有些工作 如果要其他社工幫 好像不太切合 他們還有很多策劃上的事情要做 所以會覺得很矛盾 但又明明不應該這樣做 很荒謬 你塗10個鍋 8個蓋 以前就是這樣 還有PW 只有10個鍋 8個蓋 我都說得厚恥不清 現在沒有PW 真的只有10個鍋 只有5個蓋 即是說 要不就加資源 自己的機構 賣錢 大家聽過這些機構 東華三院 保良局 每年都跟你在電視上籌錢 你只有他們有多少 但問題就是 要不就自己 放資源去請人 要不就怎樣 我預期不是說他會維持服務現狀 可能慢慢的服務就會變少了 但現在社會問題 下半一開始說 越來越多問題 怎麼辦呢 我真的看不見 所以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我們不斷地 所以現在我們怎樣集合在這裏 跟大家說 什麼叫PW 什麼叫社福界 為什麼要續約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職位 正如剛才管理棒 管理柄 不是管理柄 管理柄 不是管理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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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阿炳所說 其實有些事情真的會踢腳 如果PW不在這裏 所以我們一定要爭取原有的人手 去應付現在越來越多的需要 大家參與在這個事務 或者爭取PW常規化的事務 其實你們參與了多久 我本身就是去年7月份左右 開始加入爭取PW的行列 是的 你從7月開始 來到現在 你覺得你在爭取的過程裏 你有什麼感覺 對著那麼多政府官員 又要跟那麼多PW去解釋這個情況 你又面對著社工不同的意見 你的感覺是怎樣 到現在 都 有時對著一些官員 其實都幾無奈 就好像我上次都去過一個社福規劃的會議 社福規劃的會議 我沒有在這裏 是的 你沒有在這裏 即是我們面對那個社署的其中一個作理處長 官 是的 官 我們都講過我們PW院 他真的跟我們打殺官刊 完全沒有想過 其實PW的存在 已經成為了社福規劃不可惑的部分 他就是去灑官方怎樣灑呢 沒有的了 三年 再給你一年來 你應該要出去上班 就業市場 我說不是的 我們社福規劃是有需要的 現在社會的情況越來越有很多問題 沒有的了 三年四年 都是重複 重複 還有我跟他說 你們又說培訓我們這些青少年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商業社會上 會不會承認我們的經驗呢 沒有的了 學習一下 年青人 他真的有這樣的態度嗎 是的 類似 即是卓永興 不是 不是 總之就是社署的某個作理處長 是的 他還是跟我們說 現在28元工資很容易找回 你們出去 即是跌了 是的 意思是說你28元工資 你現在這個PW的薪酬 你可以找回 即是回應 其實很侮辱的一件事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錢行業行業 是 你如果是真的有心在那個PW 即是在那個社博界那裏做 就不會是真的去計較的錢 因為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那些社工他們走出來去做 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能力是 即是在私人市場那些 都不要說更高 都可以有能力可以賺到更高的錢 是 但為何要骨就在你這裏 是 為何他們肯呢 為何其他那些PW那些都肯 想繼續去做 爭取去做社工去中修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 心在這個社福界 他們真的想貢獻活絡社會 即是香港真的有一班傻人 真的很想在這個社福界裏面做 為了服務 正如你所說 Kitty 老實實 大家是聰明子女來的 出去賺錢 一定不止這個數 現在社工也偏低的 人工 尤其PW更不用下下 8000元的工資 但如你所說就是 我覺得就是那個問題 大家都有心想在這裏做 但也不是說 不想繼續在社福界發展 因為社福界真的有一份 使命感 或者自己的價值所在在這裏 阿丙那時候都是 因為這樣而讀社工而已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我覺得PW 它一定有它自己存在的價值 無論是它自己個人的價值 成長需要 還是整個行頭的需要 它一定會繼續在這裏 我八卦再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所謂的 爭取PW 常規化這個陣戰 其實都已經成立了 不是去年7月 我們在說的是 其實是零幾年的時候 零四五年 第一次PA 續約 或者續約搞到 那裏 其實已經成立了 不過那時候不是叫做 爭取PW 而是爭取青年助理 因為在那裏喊不斷 連連同運政府掀手掛 今年掀得最麻煩 因為政府很硬 是 是 因為那次都聽到 回應 其實很多他們批判 都要是財委會 財委會那邊的 其實已經聽你們說 其實這個職位 已經在十年前已經有 一直在批 其實批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現在 你才跟別人說 都沒有這樣的必要 不可行的下去 很奇怪的理論 你十年裏面 只不過是一直剝削 PW應有的年資認可 但是你繼續給他 就是要他繼續做 做了十年之後 你就說 現在失業率降低了 有二十八元工資了 你們可以出去 就業市場 喜歡怎樣就怎樣 對人是一種侮辱 而且他根本是不重視 不重視社福界 我記得局長說過 一件事就是 會是需要 不是一個救火的 是僱本培員 既然你認同是僱本培員 那為什麼你們不去想 你既然僱本的話 你不去放些錢 去人力那邊 穩定了架構 然後繼續發展 而真是當了社工資去救火 有什麼事 這裡有事 那邊有人跳樓 快點去 那邊快點去救 有用嗎 我真的覺得 你無緣無故走過去 你以為真是談判專家 就這樣說兩句 下來了就算了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明白明白 不過我不知道 現在形勢比較險峻少少 也很坦白就是說 阿PEN都說我們只剩下五分鐘 我們是時候都要講講我們自己的工作 不過我想講講我們自己的工作之前 我想問阿炳你自己 是否感受到身邊的活動工作員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同行 其實很關注這件事呢 其實就會當然 在PW裡面的人就會比較關注 但當然 整個行頭來說呢 不是那麼濃烈 不是那麼濃烈 始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2012年4月才正式式舞 說真的 還有PW的時間 應該是八九個月左右 但是坦白說 來到現在 我們爭取陣線 老實實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為什麼現在要做事呢 就是因為 其實 在施政報告之前 我們一定要給他一些訊息 亦都不要等到他在施政報告裡面 想把這些東西拔起來 或者不寫下去 或者淡化他 亦都很坦白 如果再好像我們第一年成立的時候 走去 2004年 即是PA 2004年3月 就沒得做了 2003年 前11月才去動它的話 實在太遲 太遲 所以現在一定要 我覺得 無論是社福界也好 不是社福界也好 大家都一定要面對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危機存在 就是我們這個 服務最基層群眾的一班 福利界的朋友 其實面對的是 人手流失 和他們將來 將會 即這班活動工作人員 將會很快一起實驗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一起去為這個行頭 爭取一定要有活動工作員 接下來有甚麼行動 大家不如說一下 以大家所知 接下來有甚麼行動 接下來我們會在八月尾 就會開始籌備一個遊行 在八月尾舉行 也是不要說日子 免得被人暴觸到我們 有甚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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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遊行 有遊行 譬如有些聯署行動 聯署行動 還有我們都開始想 令到我們業界的同事 更加關注這件事 更加爭取更多人支持這件事 在公群而出 就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PW危急存亡之秋 又有遊行 又有聯署 又會搞討論會 動員會 動員會 然後又會在遊行之前 會有個記招 講述我們的訴求 好像說今個星期日 都去踢別人的管 又說不要說日期 今個星期日我動了他 今個星期日 就去踢執政權管 跟他講一次 我們現在告訴你 這月八月 我們爭取PW常規劃的行動 就有很多事要做 我告訴你 真是多 政權你小心點 不知道他會不會太仔細講 所以希望大家 無論是業界的朋友 無論不是業界的朋友 都留意我們的行動 未來這個八月非常之多 我亦都希望大家真是關注 其實我們在社福界這個行頭裏面 真是有一班能夠幫到手的人 現在將會失去工作 希望大家真是努力 和一起去關注 團結起來 今天好了 真是多謝大家 來到一齊跟我談了這麼久 阿炳未是這個關注組的成員 我會遇到你了 今天的節目不是這樣做的 好 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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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